联合国大会今天召开特别会议 表决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决议案 国际处境日益孤立的俄国为清乌行动辩护 中国代表则称 美国与俄国之间的新冷战没有任何好处 联大召开特别会议实属罕见 这是联合国77年历史上的第11次大会特别会议 各会员国代表在开幕时 先为俄乌冲突的历难者默爱一分钟 随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 乌克兰战事必须停止 一百多国代表轮流发言 3月2号会中将表决 是否通过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军乌克兰的决议案 虽然此决议案不具约束力 但足以显示俄国目前的孤立程度 乌克兰驻联合国大使基斯利茨亚 恳求各国支持这项决议案 他说一旦乌克兰无法侥幸 联合国就无法侥幸 请不要心存幻想 俄罗斯大使 涅班基亚则重申了俄方的立场 即对乌克兰发起作战行动 是为了保护乌东分离地区的居民 但这个理由已遭到乌克兰 及其西方盟友的断然搏制 涅班基亚在发言上说 战事由乌克兰对自己境内居民发动 俄罗斯是设法终止这场战事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则表示 冷战早已结束 基于集团对抗的冷战思维应当摒弃 挑起新的冷战更是有百害而无一例